一千多名来自缅甸和蒙基拉国的走投无路的移民 近日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登陆 还有更多的船民从海上源源而来 但是由于泰国打击偷渡的行动 这些偷渡船的船员弃船而走 国际移民组织泰国班师傅主任杰弗里·莱伯维茨 希望东南亚国家政府出手救援这些受困的船民 船民必须离开这些船 我们知道每天都会有更多的人 他们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会有人丧命 在印尼有些船民得以登陆 但是印尼海军说 有一艘载着500多人的船被禁止靠岸 加了油之后被勒令失望他处 人群观察的菲尔·罗伯逊说 这种情况令人不安 对待这艘罗星亚人船只的方法 种下了灾难的种子 现在需要找到这艘船 并施以援助 据估计困在海上的人 有一半是罗星亚穆斯林 他们是缅甸宗教暴力和歧视的受害者 即使在逃难旅程中死里逃生 到了哪里都会被当作非法移民 他们的饮水中掺进了粪便 还不许上厕所 他们被塞进船舱的底层 谁要是反抗就会被随时扔到海里 挨打就更不用说了 缅甸船民穆罕默德胡辛 这个星期在印尼的亚齐登陆 他的经历是船民的典型造物 我们乘小船漂泊了两个月 才抵达泰国 他们把我们困在船上 二十天不许上岸 我想是泰国海军吧 我们要食物和饮水 但他们只给很少一点 我们要是再要 他们就打我们 我们要求去马来西亚 但是他们不许 罗兴亚人没有朋友 有的只是压榨和利用他们的人 而且越来越多的消息说 官员和舌头相互勾结 虐待这些人 这些问题显示出 许多政府的反偷渡承诺 很成问题 在泰国南部丛林中 所谓的奴役营 发现了乱葬坑之后 泰国军政府表示 要迅速跟除偷渡网络 美国之音赫尔曼 曼谷报道